不是 憲哥是這樣的 因為你看現在才五六月天 還沒有到七八九月 那麼熱的時候 但是外面都三十七八度了 有有有 冷氣有開 然後我們那個環保專家都有講 你冷氣開了以後 你一定要配電風扇 對不對 這樣才會涼嘛對不對 小燃哥 那我都有配電風扇 好 各位 還有月師 還有喔 講好的很少講得出來 如果說我們今天來講說 他們好處 可能半天說不出半天話 講半個鐘頭沒有話對不對 講壞就好 講天亮 天路看 天路 我要回家了 想說兩個人還會講說什麼好話 來 還有人要控訴了 來 你知道我記得2015年 就是在影域圈 絕對不要再得罪人了 所以我想我戴口罩 你們應該不知道我是誰吧 那今天你們來問我 馬國賢的事就問對了 馬國賢在圈內的朋友其實不多 因為他真的 我算是他好朋友 女生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因為我把他當爸爸 然後講到他要小氣的事蹟 就是之前我還沒有走紅的時候 真的很就是也蠻窮的 但馬國賢一直跟我講 他很可憐 他以前當導遊 然後就是退伍 就是當導遊之後 回到演藝圈都不熟 沒有工作 然後戲拍不到幾天 都被斜死 所以沒有錢叫我請他吃飯 我就說可是我不餓 但是他說他餓 結果他真的就是帶我去鐵板燒店 然後他吃完之後叫我買單 然後還有一次是拉麵 然後另外他為了省錢呢 省他的就是交通費 他居然叫我早上五點多 騎我的五十弟 去載他上通告 但重點是 那個通告根本沒有我 然後我就載他去上通告 就為了省油錢 你說他想不想騎 厲害了 各位 這位他人家不願意的戴面罩 有戴眼鏡 但本身他的職業是 那個頂呱呱 板烤店的老闆 對 在那個民族西路 板烤店 板烤店 板烤店的老闆 他可以在那邊坐坐那個 那道理 來來來 不是 因為看就知道甜甜啦 可是我覺得 Chain Nail最沒有資格說就是他 因為幾乎我只要有什麼局 吃飯什麼 我幾乎都找他 如果有帥哥我一定都找他 而且從來沒有讓他拿過單 我只不過是有一次 比較早的通告 然後他想說 因為他那時候住我家附近 他要去拍戲 然後我要去錄影 剛好游覽車離我家有段距離 我不想要自己開車 那我說那你就麻煩過來載我 然後剛好那天又下點 下點小雨 刮點風 那雖然說早上五點鐘 那我想說他也 年輕人早上起來OK的嘛 年輕人早上不會起來啊 對 沒有 下雨 刮風 還騎摩托車 好的 那麼我想他們五個人的位置 兩位 我想你們今天的一個角度來講 對他們真正有意見的位置嗎 我是真的對潘老師比較有意見 潘老師應該第一個 潘老師應該穩坐第一 穩坐第一的 而且潘老師剛剛坐定之後 就再也沒講過話了 不敢講 潘老師我突然想起 他一個惡行劣跡 還有啊 他不給他老婆買酒喝 他老婆偶爾睡前要喝一兩杯 然後呢他們家那完全就是 完全敬酒 你不是像玉琳哥講的那個樣子 沒有 我聽他講的 我覺得他有點誇大 潘老師 那個酒怎麼買的 那酒怎麼是你買的 不是 他打開冰箱 他拿葡萄汁在那邊釀 你那個酒公司 太誇張了 是吧 太誇張 我跟你講我哪裡小氣過 我對他 我每次在節目當中講 我哪一次 哪一次不是我買他買早餐 包括今天早上的早餐 哪一次不是送他送他回家 包括今天把他送到這邊來 都是我在做 可是他對我老婆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怎麼樣 他跟我老婆去錄影 他說送我老婆回家 載到內湖 他 對 我跟你講 我老婆跟到他們家 譬如到我們家去 只有五分鐘而已 他硬要我老婆上車 說要送他回家 什麼硬要 讓他回家就算了 我老婆硬要上我的車 我是你硬要他上車 他硬要上我的車 明明五分鐘的車整可以到的 他還到一圈去買了一束花 我老婆還跟他說 我都已經結了婚 你不要這個樣子 買花送你 太扯了 這個不禮貌了 沒有 這太扯了 他漏講一段 我把花交給他老婆 他老婆說不好意思 玉琳哥我是人妻 不好意思接送你這個花 我說沒有 拿給潘老師 你拿去拜他 神經幫忙 你們兩個 你覺得他是不是神經病 我們誇張 太誇張了 你們兩個都是神經病 不是 那一天下大雨 我說Kiki來上我的車 他老婆說不要 我說上我的車 不要不要 他上我的車不要 我說不要 不要就是要 你不要放屁 你怕怕 我怕死你了 我怕死你了 好啊 我還在見 好啊 一次都在沒 好 OK 各位 一定要有評有據 我們現在講求的是 大數據 請看 小氣的VCR 來 好 來 來 帥一下 你敢 你在報宅 蛤 攀出來 哇塞 我現在在大便 哇塞 還好我剛吃完飯 等一下摸好了 沒關係 他打什麼 等一下就在打 我們來放叫他 那拿出手就好了 拿出手去啊 等一下 可以嗎 可以 看到嗎 老婆 在大便 保護不在哪 你可說話 對 你想要看一下嗎 我看一下 他保護不在哪 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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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拚 那個憲哥 憲哥9月26生日 OK啊 我想幫他好好的弄一下 因為 也不錯 我們一起去 想要弄得到香港 大家一起過去 那我們單獨一個人 連機票連吃住 大概三萬塊 他是坐頭等艙 還有直升機 直飛到澳門 那目前來看 香港的四大天王 我有請到至少 郭富城跟 劉德華會出現 郭富城還是劉德華 郭富城 劉德華兩個會 至少四大天王來兩個 你知道你一個人就四十八萬 我們一個人 記得那個便宜一萬兩萬差不多 你就只能出一萬兩萬就對了 我心意就好了 心意就好了 心意就好了 他落定一樣 跟他做生意 只有幾句話可以講 賠錢 賠錢 絕對賺不到便宜 宇憲哥合作多年的梁克群 他們的情誼值多少錢呢 我想幫他在香港澳門辦一個 比較隆重的生日趴 你這種大哥急著不來 好像人家覺得怪了 可能那邊大雷雨 不是那邊有問題 老師你做什麼 手續好像很有問題 我借你電八萬 下次錄影你再來給我 手續就好了 我們等雨停了 我們再聊好 我們今天手續就點不了 顧左右而言他 就是不正面回答 就是不肯出嘛 不出就算了嘛 這週我沒有錢就好了嘛 一臉就寫著摳門的馬國賢 會願意拿出多少錢呢 國賢哥 欸 山哥 去香港幫他辦一個 很很屌的生日趴 出多少意思意思吧 好 那我抽個關好不好 那你下次錄影要帶過來喔 你不要那麼多哈啦 我先幫你帶電 好 都要帶電嗎 我幫你先帶電 下次錄影去哪 拿過來 我不是把你吃料嗎 我幫你帶電我幫你 我是這種人嗎 以前曾是憲憲家族的NONO 一出售會不會嚇壞大家呢 憲老師你怎麼會 你不會用杯子的打給我 我很食善啊拜託好不好 我們帶憲哥去香港 他是做投診艙 我們自己付三萬塊 所以大家就是一起 缺了掉這五十萬 對… 那很簡單啊 就找五十個億的分 你怎麼 一個一萬塊 一個一萬塊 對不對 自己一個人受不了 無法負荷就是大家一起來 對不對 也不錯啦 這就是摳門嘛 事業有成的白雲 要拿五十萬 應該不難吧 這個白雲喔 很疼 他很疼 可能還在睡 已經瘦了 怎麼這麼還在睡 很奇怪 他找不到不用Lice看看 看他跑去哪裡了 好 人在國外沒有關係 逗典 憲哥的生日 我想幫他辦一個 很屌很屌的生日趴 有五十萬的一個 心機上的困擾 不知道你能不能幫忙 白雲竟然已讀不回 逃避了 這些號稱天王的好朋友 梁克群竟然不出一毛錢 而白雲直接不回應 太誇張了 來… 一個… 一個一個來處理一下 國賢 五萬塊你是真的嗎 你真的是 真的啊 很猛耶 因為我想說大概就幾個好朋友 十來一個人 一人出了五萬 算是報恩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跟國賢認識二十幾年以上 後來我們一起出了一個外景 突然間發現 他是一個滿真性情的人 對… 看電視播出 玩很大 日本一起 當那一次是我看他在藝能界 很幸福 就那一次 就那一次而已 我是說那一次是最咖 偽君子白雲 一句話竟然讓憲哥暴怒了 剩下這兩位 一位偽君子 一位 一句話 是 你在國外 在哪一國 漂亮 你還能去哪一國 這件事 我 我個人我會出三萬塊 真的是殯葬業 你出還出單的 你包百刀啊 整數也給我玩三萬 還可以你包三萬 你包三萬給我 我包一萬一給你 什麼